好的 欢迎各位观众们来到母女之家实况的第四期 我走到哪里去了 我上期是被这个道具给气到了 我不能说是被气到了 我说我被这个攻略气到了 你又不能说的更详细一点 你知道攻略里说什么吗 可能你找百度一下 母女之家攻略里找到我找的那个攻略 他是这么说的 太懒了 所以说你们自己走吧 你记得别拿那个什么玩意儿 手表就行 真的让人伤心 这是哪里这是 哦耶 我们拿到了 拿到了肥腿烟管 太棒了 我一看就要出事了 我们直接冲好不好 321 421 421 2 2 2 3 3 4 3 4 2 7 假攻略害人啊 那声音还在你看 你看这就很让人伤心了 这不是曾经吓我的吗 你看像这个样子 他已经变成了这种头像了 不就要吓我了吗 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是个死局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跑到了哪里 因为我刚才根本就没有看屏幕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 只能 我这都能出来啊 你们这群破花真的是 瓶子碎了 你把花瓣捡回来 哎不是 这真是 让人伤心 好吧让人伤心 我 你干嘛 什么时候了还吓我 不要故意吓人呀可恶 是挺可恶的 那给你啊 怎么的 啊啊 这是喝喝你的东西 你的 什么东西在牢房的深处消失了 隔壁的牢房有什么人在行走的声音 干嘛 明明好不容易才藏起来的 门开了能进去吗不能 啊 啊你以为我还像原来一样当当那么可爱的啊 是不是我不会当善良的威尔拉好吧 我要当邪恶的威尔拉我先存到 啊包里包的什么 天哪是红色的鞋子把鞋洗掉 我要是不洗呢 嗯什么做快的点心 治病的孩子 相亲 什么物依赖症 很大楼法阅主 好什么 不穿上鞋子吗 不穿 猫 嘿 你看看 咱是什么 吞到狂魔 怕你不成 穿上鞋子 哼 鲜红的鞋子 你怎么不穿啊还让我穿 你是当我傻是吧 小蝌蚪们来啊喝血啊 哎 为了防止你们报复 把你 你把鼻给杀了 把你们也摆了 就不用放 而就不用担心你来报复我了 小青蛙什么感觉 死蝌蚪 你看现在这个青蛤蚪就报复不了我了 小蝌蚪 小蝌蚪 干什么 干什么 穷追不死啊 我给你一拳你信不信 小蝌蚪 小蝌蚪 又让我回来重跑一遍是吧 怕你不成 来啊 能行你就试试 好吧 我又不是第一次被你吓到 我只能说能行你就来试试 怎么回事 哎 你怎么美了呢小朋友 你是怕了吗 来啃我呀 想吃 来呀 嗨我还能被你吓到 水晶鞋 玻璃做的 你都不用水晶做呀 那鞋是那个女孩的是吧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女孩吧 那咱们用最快的速度来冲到对面去哈 自动使用 这是什么玩意儿 我可不会浪费时间 这可真是 干嘛呀 掉下来个什么玩意儿 这不真好吗你说是吧 呀 所谓的 那 所谓的土木大吉到底是什么呢 朋友啊 朋友 因人而异吧 啊 我教你 有的人的朋友啊 是 那种 背叛者 你有这么个朋友 遇到大事 遇到大事 就离你远一点 啊 平时开开心心的 给你一块肉 他都感觉心疼 这就是 虚伪的朋友 你 你像好的朋友 就像存到猫一样啊 救人于水火之中 再也不会抛弃了彼此 这就是好朋友 我们来看猫一的日记 母女说不会擦掉他的 因为他会把我从病痛里救出来 我和他是朋友啊 互相帮助的朋友 这是很棒的 你说是吧小猫咪 像我们两个一样 接下来就是我来把你给宰了啊 这样我们就是 真正的 头谋大吉了 是不是 要为我付出一切 这就是头谋大吉 接下来又是一场 刺激的东西 哦 这是什么东西 装着很多肉的瓶子 绷带 消毒液 嗯 从后面看 看不出什么异常 就从前面看是不是 骨头的瓶子 只吐药 哈哈 绷带消毒液 用来涂皮的什么玩意儿 我也不知道 猴什么药 高处挂着一个时钟 止血啊 安眠药 后面还不能看 头什么药 头痛药 不是 眼药 眼药 干嘛 这是药 我这边要拿什么东西啊 嗯 彩灰玻璃啊 啊 只这么一看女主的走路速度还有点有趣的啊 有意思 嗯 刚才变脸变红的那个地方可以说是彩蛋吧 嗯 嗯 根据我们啊 万能的存葬说要在这里 找一个小药瓶 可爱的小药瓶啊 没有 里面装着让魔女的强微枯死的药散发的甜甜的香味 这可真让人伤心 你看 我这不就出来了 多多存几次 多存几次 哈哈 我拿到了药 啊 非常的sorry 我虽然拿到药了 但是 很抱歉 没有把东西都拿走 拿到人有的头之后 就会有眼球来把我给 哎 不是啊 两个 你怎么做吧 我来干嘛 你怎么做啊 你怎么做呢 我跟这个人们先去找吧 从左边 我们先来找过来 这个地方 主要好 我们这些地方 我来啊 在这些地方 干嘛 要把他消失 让他 十分 你他人们走得太快 啊 首先我需要一个卡顿让眼球二号没有办法去冲过来 然后绕它一大圈过去 然后我在这个位置就很危险 跑这里是必死无疑的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眼球是在右边还有上面来的 就是说右边和上面我都不能走 只能往左边跑 往左边跑的话 它就会冲 就说必死无疑 还是很危险吗 好 我这个样子我没有问题 哎 怎么样 不是吧 兄弟你这么好了 好的 我们要出门了 了 我说你的瞳孔不瞎你来看前方 出门之后来到这边 存档说的不干我事 这什么呀这是 满是污秽的柜子里面什么也没有 别是一蹦就死的 缺少了头部的人偶 我们先去看攻略好吧 可以看到这里的剧情 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跟着 你不要过来啊 不会有什么会让我死的 东西啊 哇跟我比速度看谁跑得快 没有人能跑得比我快啊 这是啥里这是 哦真的是漂亮的地方呢 是不是呀小猫咪 我跟你讲成了吗 咱们俩就是朋友 哈哈 来我们走 走走走走走 我觉得我进行了这么多冒险 这个魔女应该也是能 不伤害我的了 然后这里可以自主调查一下 我们可以自主调查一下 啊没翻译啊这个东西 黄色的花 无产切裂什么东西的 然后背景里 这还能吓到我 毕竟里有什么声音啊 哭了头是不是也死了 我看这些人都死的差不多了 哈哈 没什么事了啊 这这都能吓到我 把头发伸起 拼起来 然后把小人偶放下 然后红色的人物就给我们让出路来了 我这里找存当猫 我呀 虽然不管 你都从这里顺利逃出来 还是被这个家务撕掉 我都无所谓 但是说向着一边的话 还是希望能逃出去 可别死了 哼 虽然无所谓吧 但是你还是选择去帮我 足够了 是吧 跳 啊 你忙一点 你怎么着你还能伤害我 不成 来带给我 打个什么东西 叫他来个什么东西 吓我 你能吓到我 使劲吓 还有机会吓我的话 你就使劲吓 没有机会了 你到我的房间来吧 那我就去你的房 你这个你这锅就是闪线 哦 真让人伤心啊 啊 花瓶里放花瓶里放的 墙微枪 你看 墙微花啊 墙微枪是个什么东西 啊 你看这里是鲜花啊 非常漂亮的鲜花啊 小黑说不要无视我 我当然要无视他啦 是不是 黑猫的尸体 啊 不是吧 你踩着过去 我一直 我玩这个游戏 我玩到现在 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这里面对坏的人 其实不是这些怪物 也不是这些 长剧里干的什么事的人 最坏的是这个叫 威奥拉的这个女主角呀 她才是坏人 你说说整个游戏里有比这个女主坏的吗 没有吧 我们来到哪里了 一架上什么都没有挂啊 一架上什么都没有挂啊 一架里放着墙微 不是不是一架吗 花瓶里放着墙微花 排列的衣排外 关于魔法的说 镜子模模糊糊 什么也硬不出来 先跑床上睡觉 养精蓄罪好不好 椅子倒了 可爱的衣服给我穿吧 可爱的衣服给我穿吧 魔女的日记 我会因病而死 所以一定要 得到她的身体 用她的身体活下去 可以的吧 因为我们是朋友 所以把身体给我吧 这就不是朋友了 你伤害我的小黑猫是不是 我你准备好逃跑了啊 来吧 啊 一 五 啊 银 我操 你这是什么东西 我操我操你 你这是什么东西 你这是什么东西 你 厉害 吁 你跑不过我 你这个椅子怎么还帮他呢 哪里的手 我已经跑得很远了 啊 啊 来吧 我还没跑够呢 不是 我们轻松的 因为我不论我不论怎么 跑还是跑的就这么快的是吧 你看 我觉得你还挺漂亮的 虽然少了下半身吧 不过你这样这么干坏事吧 也算是饿有个爆了 不能说是饿有个爆啊 怎么说别人是饿有 你这个椅子怎么 我能跑上一个小时 你们信不信 我知道这个视频可能会因为我 逃跑这件事情跑一个小时 哎 我可以跑回去吗 我能不能帮你帮他之力的 这可真让人伤心 这是炸门 我跑到门口了 我能不能帮他 我能不能帮他 那个什么强威花使用一下啊 你看我已经完全不慌了 你看 那观众朋友们 你们要是 要是不想看我这个 在这里和他 和他一起跑步的话 你们可以 话说你说没了下半段 能跑这么快啊 你我很慌吗 我有点也不慌 其实 你看像这个样子完全没有带荒的 好吧没有荒的 没有荒的 没有荒的啊 我怎么会荒的啊 观众朋友们 走走走走 这瓶子干嘛的 算了吧 没有必要了 是朋友的话 就好好观众一下对方呀 那个啥呀 太坑了 昨天对你发火了 真对不起 听说这里住着魔女 和拐走迷路的孩子 和牛以前人们就这么说 而且那个朋友 而且那个朋友的家 在那片森林附近的时候 好担心你 那个朋友叫艾琳吗 就在家里 等一下 自威奥拉 昨天对你发火了 对不起 森林里住着魔女 拐走迷路的孩子 那个朋友的家 在森林附近 是叫艾琳吗 去她的家里 艾琳就是魔女 啊 这个药水在这里用的 干嘛呀 干嘛呀 是朋友不要伤害对方呀 几个修 我 威奥拉 哦 哦 是威奥拉 没事吗 没有受伤吧 啊 太好了 你这么久还没回家 我一直在森林里找你呢 等着没事就好 雨也开始下起来了 快点回家吧 哎怎么回事 上什么 卡厨 油量超大 呀 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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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后 我要辣 哎 正义的审判 一枪爆头 两枪 哎 两枪才死吧 这个耐力可以说是非常强的了 干嘛呀 怎么不动了 啊 烟消云散 哦 但是 充满了不祥的预感 哪里不对劲 因为雨还没有停 干嘛呀 不要又落单了 啊 那个攻略啊 坑人的一匹 我现在的吐槽一下攻略 他把那个黑暗场里的地图放在整个攻略的最后 你看看这是干嘛 这不在恶心我吗 啊 你说是不是啊 你你你把 你把整个 是把你该需要的地方你不去放啊 你非得了 你说我自己懒 我这个地图我 我攻略我不过了 最后啊 我再告诉你攻略的条路怎么走 有这样的人吗 没有这样的人 啊 也是有这样的人 像我刚才遇到了血攻略的周围 你我现在都对这个地图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 你现在再把这个地图给我 这是什么 这是故意而为之伤害别人 太坏了 啊 玩下来我也不 我也没发现这个魔女之家有什么优秀的地方 也就那样了吧 啊 一个 符合标准的恐怖游戏 恐怖RPG 啊 可以看到黑猫的崽子刚才出来又跑了 啊 你看我眼尖不尖 游戏 GAME结束 GAME结束 不能搞的GAME结束 GAME OVER GAME OVER 好 刚才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结局 你有会放过另一个结局吗 当然不会了 将来我们来进行下一个结局的录制 杀他一口子 你个 你个少了一半是你跟他跑这么快的可恶的 魔女 最近为止也没有对这个爱玲有什么描写啊 因为这个爱玲好像是突然冲过来的 我刚才 现在已经 现在已经已经跑过一遍之后就没有那种毅力了啊 我们要冲到右边的房间拿到 哎 不是怎么回事 这也太让人伤心了 你看我现在刚才我刚才已经能跑得非常快了啊 已经已经不会被他给影响掉了啊 不要啊 我已经跑过很多遍了 所以说你对我是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我是一个不会剪辑大部阻 我虽然会剪辑吧 但是导书这件事情太让人难受了 所以说 啊为了一个真结局 所谓的真结局 我也是 煞灭了 这里往右走 往上走 然后跑到左边来的 往下走 往下走之后 是因为当时我们比较担心 我们在这绕回来 不要被挡住了 被挡住了 下来之后往右走 往右走 往右走之后一直往右 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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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慢慢走 慢慢走 慢慢走 我到上面去拿到小刀 小刀在哪里 没有小刀嘛 没有小刀在这礼品刀里 礼品 人类是一种有感情的生物 正因如此 显得格外闪耀 而在人类当中 最值得让人感到 倾佩与快乐 能感动到人性的那种 闪耀的 就是 属于少女的感情 所以说 哼 来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游戏 对吧 无论你吞噬我多少次 我都会去 救你 那我们女主角 比魔女还魔女吧 但都是因为魔女 我们才变得像魔女 可是魔女就是很坏了 在这里绕开 不是这里吗 恭喜 应该不是在里屋那里 我是被坑了 我也不是被谁坑了 我感觉在那里啊 我都以为是冲到那里 是吧 一个 一个小朋友 小朋友 不是小朋友 魔女 魔女三妈 你看 我 不知道为什么别人跑了几遍之后 就可能跑得比较快了 也就不会被这个魔女坑到 但是我这回 可能还是不是太快了 我挺怕追猪战的 你看 因为追猪战这个东西呢 挺让人伤心的吧 你看这个追猪战甚至是让人太刺激了 我家呢 要去多少轻轨的实况的话 你可能会有很多追猪战在里面 我这还是挺让人伤心的 这里已经看到了结尾了 如果再让人伤心的话 就完全不够了 我看攻略谁知道这里还有一把刀呀 那个谢攻略还说 要去右边的右摄像角的房间 找到那把刀 就可以达到好结局了 这也太让人伤心了吧 我感觉这个游戏他没有讲清楚 攻略更是 我想把这个攻略作者的头 拧下来当球体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呢 他有为什么没有给我解释 给我们解释这个 为什么魔女的 为什么这个魔女 信不信毒了吗 哎 为什么这个魔女啊 嗯 哎 没什么吧 为什么这个魔女怎么招来的 为什么这个魔女他 成了两半了呢 哈哈 另一半在哪里呢 少了一半还能这么快乐的活着 也是挺神奇的 能不能走回去啊 我堵上呢 我堵上怎么没了 这是另一个结局啊 我打 啊 一嘎 咕咕咕 一嘎咕咕 真是纠缠不休呢 啊 这个威王拉好像很强呀 杜宗强者恐怖主尸 阿莲 阿莲 这些魔女原来是兽吗 原来是兽吗 不对 阿莲 啊 我懂了 这也太当人伤心了 这也太当人伤心了 这可不是针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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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攻略的 不攻略的你这个人 什么脑袋被驴踢了 这可不是针戒局 这不是针戒局 啊我就说突然攻起来了 原来如此 你说好好的一个少女怎么就攻起来了呢 是不是 这叫朋友吗 什么朋友不可朋友的 这个叫爱什么东西的名字真的是不值得被铭记 我都忘了 这可真让人伤心 这不恶心人吗 这个结局啊 啊我懂了 根据我刚才的一些百日的信息 我终于懂了这个结局 真是让人难过呀 不过你也是无法改变这个结局的了 啊我来数据一下大概的够子 首先从一开始 我们那个叫爱什么东西的魔女啊 我是不是我怎么记不住她名字呢 反正就直接就是魔女嘛 我觉得这个魔女性格真是恶了到一定程度了 不配让我们记住名字 这个魔女 确实没有好结局了 这个魔女叫做爱什么东西 直接叫魔女啊 然后我们的女主角威奥拉在游戏开始之前就已经 就已经双方互换了 灵魂 就是说我们一直掏动的 其实不是威奥拉 而是已经换上魔女灵魂的威奥拉的身体 我们就是魔女本人 然后一直以来 不止我们从这个房子出去 想夺回自己一切的 那个在半个身体里的那位 才是真正的威奥拉 我知道 如果是认真的去玩完这个游戏的话 肯定 非常想给这个魔女来一拳 捅着她耳帘 她妈不认识 我这个怎么说呢 太可恶了 这个魔女 这个作者可能是表现整个世界啊 不是你想那样的 梦幻 画画 电影里 表现出来的那些东西 美好的结局 在这里不一定存在 但是 你在现实中 受的痛苦已经够多了 你为何要在 不存在的事物里 再吃一把 沙腾呢 这是不对的 果然还是让人非常痛苦 这个结局 嗯 就威奥拉必死 但是我们是魔女 我本来还觉得这个威奥拉有点帅 是吧 因为这个魔女不讲道理 干了这么多坏事 不过我觉得比较惨的 其实是魔女吧 我戴了进了 威奥拉身体里之后 在整个游戏过程中 被自己的 自己帮助自己的房子 干死了这么多次 是不是 啊 魔女也挺惨的 就是说呢 死了嘛 那个 善良的 和魔女当朋友的 威奥拉 终究还是死了 可以看到 这不是一个 善良的 有善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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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局 当然我也不能确定 威奥拉一定是善 啊 不对 应该能确定了吧 因为整个流程中 我一直在怀疑 威奥拉是不是坏人 因为整个流程中 他干了各种各样坏的事情 包括把整个小蝌蚪的家 都给毁了 之类的这种事情 这些事情 全部都是 魔女本人干的 就是说我们 威奥拉 其实没有干任何坏事 不过是被放到了一个 只剩一半的身体中 在生命的最后 承受着无尽的痛苦 哇 这么一来 可以分析出 这个魔女的身体 为什么只剩一半了 魔女 本来身体 不是一半 但是想离开这个房子 然后 在森林中迷路的 威奥拉 和魔女成为了朋友 两个人一起 就一起在玩嘛 玩着玩着 开心着开心着 有一天 威奥拉在家里 和她父亲 生了点闷气 跑了出来 跑到森林里 她父亲的信上说 要去找 威奥拉的朋友 但她不知道 这个朋友 只有魔女本人 魔女知道了 生气的威奥拉 和她交换了身体 离开了房子 为了防止 她用自己原本的力量 来阻止自己未来 抢去的幸福生活 而把自己原来的身体 披成两半 残存着魔力的 威奥拉本人 用魔女的身体 创造出了墙为墙 挡住了魔女的去路 拥有着 威奥拉身体的魔女 跑不出去 只能回去房子了 整个过程中 黑猫一直在帮助我们 可以看到 黑猫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不知道黑猫和威奥拉 人不认识 但她和魔女也就认识 因为整个游戏过程中 是她在帮助魔女 好牵揍啊 感觉整个游戏都是一场骗局 骗这位纯洁的少女 我在玩这个真结局之前呢 我想到了 就是说 真结局肯定会更美好 能表现出少女真正的优移 威奥拉拿刀小刀 还给了魔女 魔女 重拾了人性 本来应该这样 本来应该这样 但真正的结局 无论怎样都不会有好结局 痛苦就是痛苦 绝望就是绝望 这是一个无论走哪个结局 永远不能让你开心的游戏 这结局告诉你的更是一种真实 而普通结局告诉你的真实一种 平凡 一种虚伪的快感 是快乐 是快乐 总之无论哪个结局 威奥拉 一定会死 我们邪恶的魔女 一定能逃出去 整个房子都在帮魔女 看得出来 就说 我帮了魔女 逃了出来 而这个魔女可不会对她帮的人 有什么好下场 但终究是人制作出来的 悲叹网 因为我们真正喜欢的是威奥拉 你不会受到别人任何喜欢 痛苦的人永远都只有你 无论你活了这长时间 拥有多么美好的肉体 我们永远会痛恨你 没有人会对你 感到由衷的快乐 就算是威奥拉的父亲 他也会察觉到你的异样 无论给你任何的未来 而威奥拉的父亲 如果你们这个世界是在正常的运行的话 一定能发现 你是魔女真身的这件事情 她会忍痛为女报仇 为自己亲生女儿 为要拉报仇 魔女不会有好下场的 生去了魔力的你又会怎么样呢 那封信只有一半啊 后半部分不知道 可能就开头上那封信嘛 总之这整个威奥这一场就大骗局 他骗的不仅仅是玩家 不仅仅是游戏里面的人物 更是我们这些玩家 我想说很多事情 但是 总归都想咒骂这个魔女 多么 多么 恶劣的游戏 多么 恶劣的魔女 太邪恶了 太悲痛了 太绝望了 我已经不想再碰这个游戏了 但我知道 这种游戏多的是 把现实融入幻想中的人 多的是 这可真是痛苦 不安分 那么 魔女之家实况 就此结束 我知道还有两个结局 一个是待在门口一小时 等我要拉 啊 死去 就像黑猫在一开始说的 你没必要回去 或者是另一个结局 全游戏 不成当 在最后 和 通完之后呢 黑猫会告诉你 你就是 魔女 总是这些结局都不是让人很开心吧 这些结局都有意无意中 不是有意无意 是每一个结局里 只要你 正常的通关了 拿到了魔女的信物 你都会知道 死的人永远是维尔拉 啊 善良的人永远活不下来 但我知道 魔女向往的是未来 而她向往的未来 已经被她亲手毁掉了 因为她是邪恶的魔女 她如果向往未来 她就不应该毁灭现在 既然她毁灭了现在 她就不会有美好的未来 魔女 她什么也不会得到 维尔拉 失去了一切 但她依然 闪闪发光 她的肉体 不会被带入天堂 带入天堂的只有维尔拉 那么 而这个魔女 绝对会下地狱的 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这个结局确实挺压抑的 嗯 总之这期的标题就叫做 给魔女来一拳了 祝各位圣经健康人 的老生柜子 我们这期真是被恶心到了 但是 没得说 没得说 说不定不玩这个游戏 它是最好的 但我还是做了这个实况 也是为了一个所谓的真结局 而去感受到了痛苦 好啊 不知道要说什么 总之就结束了 结束了 结束了 我想给魔女来一拳 当然是那个灵魂 我要拉这个善良的 孩子 我会祝她 哪怕是来世 哪怕是天堂获得幸福的 我希望她的父亲 能够导致发现 她女儿被侵犯这个事实 把她 这个魔女给毙掉 但是有谁能保证 这个魔女不会抢掉父亲的肉体呢 因为这个魔女真的恶心到极致 邪恶到极致了 反正是黑猫 对欧妖拉没有任何交集 我不确定没有交集 总之也是个坏蛋 都去死好吧 全去死 我死的彻底一点 真要混账 我希望欧妖拉能黑化 黑化报仇一下 把她们都干掉 干掉 说不定还有欧妖拉 说不定魔女根本就没有死 欧妖拉可能 没有我想的那么善良 把她们建成了邪恶的怨灵 来报仇 把没有魔力的魔女干掉了 然后告诉了父亲真相 我希望她父亲不要这么圣母 让欧妖拉放下仇恨什么 不可能 既然这是一个现实的游行 那要现实的欧妖拉来复仇 让这个世界感受痛苦 好的 那么这回是真正的结束了 再见 就位答案 我们在第一条 准备 做硬炎 切到柳 querer 逆备 解放了 没办法